戀愛護衛生 看起來很不停滑 油漆好像不差 把冷氣放到露台掀在這裏 其實很多業主都發現這個冷氣 輕輕有少許滴水下來 桃掛環至紅磡一帶 近年有不少單棟新盤 碼頭圍到的啟岸主打小型單位 入場門纜商度比較低 但車價普遍要超過2萬元 驗收這個不夠200呎 業主在兩年前入市 馬入價472萬 車價達到2萬4千元 入屋第一眼 見到浴室是磨砂玻璃分間出來 效果像酒店多過一般住宅 對護主來說未必太合適 這塊玻璃雖然不是全部通透 但其實你也看到背部 譬如如如魚刺或洗澡時 其實有機會在外面會看到 尤其是當夜晚 廳的光度和洗澡家的光度 對比度更加高的時間 其實裡面應該都會顯形 磨砂玻璃牆闊度近8呎 在空間不大的單位裡 對傢伙擺位的影響更加大 Mafa 看到廁所旁邊的這幅牆 都比較小 但是就做了天線位 預計都是給業主拿來放電視 我們走出走進去會都撞到一下 其實那個設計可以怎樣改善 其實是的 挺尷尬的這個位置 因為露台門在這裏 如果你放過小小的電視櫃 都已經頂住了一半的露台門 另外更尷尬的是 如果我想做一個掛牆的電視 其實這堆燈制也阻礙了 放不了 其實最理想的就是 當日其實旁邊有一幅玻璃 如果那幅玻璃不是做玻璃 而是一個緊場 令到這幅牆大一點 同時那些燈制也可能考慮一下 會不會移去另一邊 或者再靠近門口一點 令到這裏可以騰出一個空間 編長的浴室二十幾呎 棋缸和座次擺在左右兩邊 中間的石手盆做了兩個推拉的櫃桶 方便清理裡面的雜物不舊 洗手盆的隔氣定期清理 因為鋁頭有時會有些東西積在 其實要拆開來去清潔鋁頭 這個洗手盆其實隔氣在哪裏呢 它現在放在櫃裏面 吞隔氣出來的時候也會有水 如果要做清潔的時候 就需要把這個櫃桶脫出來 其實各個發展商都有這個安排 其實它用膠 這裏其實兩邊一起塌塌 就可以脫掉隔氣出來 身內空間有限 但都有22呎的露台 業主說收樓之後 露台頂曾經滴水 是一些排水滴水來的 是一些渡寒水 如果渡寒水滴下來 因為很多人的露台都是浪三 你這樣經常滴幾滴水下來 就不太行的 供應商就說 這隻機本身是一些自動揮發的機 它是不用搏排水的 裡面的冷氣喉 尤其是雪中喉很冷的 你放在外面這些這麼熱的地方 它會有些渡寒水珠在這個喉 有機會被滴出來 有件及此發展商行地化 會額外安裝摺水盆解決問題 啟岸的單位沒有耿廚 互互連開放式廚房 要留意很多配件用起來 可能要遷住遷住 爐頭比較接近升盤 那會有些什麼問題 就是當你洗東西的時候 因為升盤很小 水一定會彈到很多 洗的時候小心一點 因為如果你太濕 水在這裡 如果水來到爐邊 爐邊是不會有防水的 放了水進去 就有機會滴回去那個儲櫃下面 下面是什麼呢 洗衣機 就會滴濕洗衣機頂的 爐邊開位不建議用之交鋒住 因為煮食爐加熱會有少少膨脹 完全密封有機會爆玻璃 採用原始方法 擺放毛巾在升盤和爐頭之間 儘量保持桌面乾爽會比較理想 項目每個單位在假天花頂 都有一條燈槽 這裡看起來暗暗慘慘 當你油漆很近一盞燈的時候 所有的下廁會很容易形容 施工上其實它真是難做的 它很近的天花 變成如果天花和燈槽兩條線 它稍稍有些軟了 批得不太直 或者角位崩 很明顯 至於它的燈槽本身都很窄 可能它裡面少少有些不平滑的位置 師傅也很難伸手去組好它 啟岸前身在碼頭圍大廈 行地收購八成半業權之後 在2014年初透過強制拍賣 以17億3900萬桶一業權 估計每呎樓面地價是8300多元